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是山东灵仪人 灵仪位在山东东南部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早在二十万年以前 人类祖先就在宜蒙大地上创造了远古文明 灵仪地质结构复杂 尤其是带固地貌举世罕见 是大陆境内固形地貌最集中 数量最多的区域 带固地貌向山峰峭壁崛起 顶部却开阔像是平原 令人嘖嘖称奇 此外 宜蒙山国家地质公园 是世界著名的养生长寿之地 森林覆盖率高达98% 空气清新 有天然养疤的美誉 浩瀚武器的云海和群峰交互灰映 陈鸾叠障 形势险峻 这是山东第一大山 蒙山 千锋耸立 深邃莫测 著名的阴窝蜂拔地而起 直上云霄 峭壁犹如刀锋 苍松笼罩 看山间浮云飘渺 绝美景观 如诗如画 蒙山主峰龟蒙顶 海拔一千一百五十六公尺 形状酷似神龟 投向西北 未朝东南 附卧于云端天井 东侧有玉皇殿 西侧有明光寺 深山古叉 充满佛教气息 让蒙山自古以来就有雅代的城堡 蒙山历史上属于东夷文明 是世界著名的养生长寿之地 蒙山寿石是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 它一手捧着仙桃 一手煮着管杖 雌门善莫 校园逐开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山体雕像 由整座山头雕刻而成 高218公尺 宽198公尺 西人2000年 由大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 以南极仙翁形象为原型 采用高幅雕手法雕刻 汇集300位将师巧手在山崖上施工 历时999天才完工 是大自然与人文艺术的完美结合 蒙山风景美不深收 吸引许多文人默客 帝王将相到此赴诗歌颂 走在蒙山玻璃颤道 像站在老鹰透明的羽翼上 乘着翅膀飞翔 这座空中之桥如飞龙凌空 游走于绝壁深祸 气势磅礴 惊心动魄 令人震撼不已 2019年 以蒙山风景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成为世界地质公园 美景缔造多项记录 以蒙山处处有惊喜 天地悠悠 无奇不有 和一般山风耸立不同 这一座座神奇的风山形态 山风顶部平坦 开阔像是平原 巅峰周围峭壁如刀销 峭壁以下逐渐平缓 这是灵仪带故地貌 三十多座布 数量多 造型美 奇特的地貌景观 在世界地景中十分罕见 是中国第五大岩石造型地貌 像是造物主精心的杰作 却一点也不容易 戴故地貌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演化而成 时间要追溯到 至今五亿到六亿年前的寒武纪时代 海底由一个个吐起的山地 历经风化堆积 河流摆动等轻石作用 逐渐形成平原 经过地壳弹伸运动 浮出海面 成为平顶的山地 地壳运动不仅改变地貌 也带来城市文明 遗河是灵渝人口中的母亲河 全长574公里 由域面积17000平方公里 蒙山遗水甲天下 灵渝是历史上的文化名城 遗河穿越其中环境优美 上百条大小支流绘制 孕育着这个丰扰的城市 尤其是丰河 渝河 柳青河 三河江汇 水中沙洲 草原明珠 一落人间 美景如画 依水违居 成水相依 时间长河中 守护每个洋凡的灵渝人 世事殆殿 以蒙山水甲天下 灵渝地底下的风景 更是别有洞天 地下大峡谷中 大小不一的钟鲁石 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有大陆地下河 漂流第一栋的美誉 这些奇言怪石 仿佛是灵渝收藏在地底下的艺术品 天然地下画廊 声名远播 如采斑斓 起言怪石 这是灵渝地底下的 另一个世界 走进溶洞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让地下大峡谷中的 一景一物 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大小不一的钟鲁石 像石笋般挂在峡壁上 洞穴幽深静密 滴水落入河面 这是上天送给人类的礼物 经过上一年的金雕细琢 收藏在灵渝地底下的艺术品 这座地下峡谷全长6.1公里 目前已经开发了一半作为旅游景区 它被誉为中国地下河漂流第一洞 是中国最长的溶洞漂流 天然地下画廊 声明远播 温泉是上天赠予灵仪的另一项自然资源 这里是大陆千年温泉古镇 被称为中国地热之城 冒着烟的温泉池内 一家大小共享天伦 或独自一人放空沉淀 在广阔的天地间 稀释烦恼疲惫 所有生活的喧嚣 仿佛随着池中白烟蒸发 鸟鸟上升 自然人文的优势 灵仪有很多大型度假饭店 和特色民宿 其中让人向往的是竹全村 全英山出 竹英全身 村内竹林密布 村民绕泉而居 是大陆北方难得一见的 古村落旅游景区 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融合竹全景观 自然生态 开创旅游休闲的全新模式 和附近的朱家邻村 形成一个观光旅游链 是许多大陆民众 休闲旅游的选项 朱家邻村三面环山 以文创产业为核心 乡村生活美学为主题 打造创云农业 青年旅设的民宿一条街 风景优美 气愤宜人 被形容为是新时代的桃花园 林仪古城宜州府 人文汇翠 来到这里心情自然放松 压游沟风景区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乡土气息浓郁 是典型的北方古村落代表 古仆的民宿专瓦 是乡村建设翻修 和房古建造的痕迹 上百家特色美食 汇集于此 北宋建筑风格的酒方 茶方 搭建古戏台 还原北宋时期 繁华热闹的山间生活 林仪人在这座千年地热古城中 用自然正义的天然优势 寻找不同时代中助力的意义 林仪是著名的文化古城 是东径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乡 王羲之的兰亭集续 是书法史上的经典名作 章法自然气韵生动 有行书第一之称 来到王羲之故居 著名的喜宴池前 可以完全感受 这位书胜在书写当下 那股行云流水的气韵 练过书法的人 一定都知道王羲之 他是中国的书圣 人称王佑军 这里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位于山东林仪的王羲之故居 处处透露着前人生活过的痕迹 在同一片天空下 同样一潭池水边 仿佛与他视线交叠 跨越千年 看着同一片风景 从王羲之故居匾额下进入 王备就是赫赫有名的喜宴池 据说这里的水原本是清澈的 但王羲之酷爱书法 每次练习完就到池边清洗笔墨 顺便观察白鹅游水时鹅掌的动作 用来提升自己运笔手腕技巧 后人称喜宴池也叫鹅池 王羲之的蓝亭集序是书法史上的经典名作 有形书第一之称 它的张法自然 气韵生动 具有很强的艺术特色 古居内还有座书法碑狼 从王羲之千年前的字体前走过 仿佛可以感受他书写当下 那古行云流水的气韵 详查古今 言经转速 尽善尽美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评价 王羲之的作品受到历代君王的喜爱 也是许多文人默客 争相模拟仿效的对象 因为他的盛名 山东林仪成为知名的书法艺术之都 书法名城 林仪境内有一座书法广场 里面有一座高9.9公尺的王羲之雕像 他身穿静巢的衣服 手持毛笔 眺望远方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巨人 后人公认古今之冠 他的书法成就和书运墨乡 不仅在林仪 也在千年后的华人世界中 继续绽放浓浓墨乡 成为书法史上壮丽的瑰宝 1972年孙子兵法 孙并兵法竹简 同时在银雀山汉墓中出土 震惊海内外 解开了孙子孙并是否各有奇人 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千年遗虑 银雀山汉墓博物馆 也因为这批竹简声明大造 是这批竹简解开了历史之年 1972年 孙子兵法和孙并兵法竹简 从山东林仪 银雀山出土 证实孙武和孙并是两个不同的人 孙子兵法是兵书中的极品 历代皇帝和军官必读 不只用于打仗 也是用于生长和生活 至今仍受到全世界的讨论 孙武著作的孙子兵法 共识三篇被誉为兵家圣典 百年之后 孙武的重孙孙并和旁娟斗智斗勇 他的著作孙并兵法 同样受到后人追捧 但孙并兵法从汉朝以后失传 山东林仪 银雀山 因为出土这些竹简声明大造 也让众说纷纭的声音有了答案 成为许多军事迷朝省的地点 林仪市博物馆位于林仪北城新区 里面收藏的文物超过三万件 有涂与火的艺术 家道馆等展览 此外 五百庄汉木画像石 也是一大看点 精巧的亲右胡人骑尸器 是西晋时期亲词精品 造型奇特 动作精致 胡人浓眉大眼 高鼻大耳的神态静在其中 林仪市博物馆内展出的历史文物 生活感十足 在其人 文物缩影中 不难窥知任意时代 圆满如常的样貌 此外 林仪市都已文明的发祥地和核心地 黄山出土的史前古村落遗址 至今五千多年 是大陆珍贵的历史遗迹 史前时代的东夷文明 在这里担任主角 从上空俯瞰 东夷文化博物馆 螺旋状的设计 就像管乐中的霸国号 外观精巧特殊 走物景区 游客仿佛穿越时空 感受东夷神话故事 林仪地零人节 从古至今孕育了许多文人雅士 每个世代的林仪人都在这里 用书香 墨香留下足迹 恭候人平调 说到山东飞移 柳琴戏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柳琴戏俗称拉魂枪 起源于清朝 当时灾情不断 民间唱腔反映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从柳琴戏 蓝印花布到小锅泥树 多元的民间艺术 行述出独有的城市魅力 捏泥的手 彩绘的手 编织的手 沾了染料的手 都是这里成为文化名城的推手 灵仪人用掌心的温度 形塑城市的人文厚度 灵仪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坛城墓巡玩具就是其中一项 有六百多年历史 俗称耍货 图案设计和题材内容 多取自民间故事 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上帝用泥土创造了亚当夏娃 小锅泥树的师傅 永传成两百多年的技术 揉捏艺术的形状 形形色色的人偶 就像真实世界的缩影 传说的光阴针线 还缝出灵仪千年历史的香荷包 宜蒙香荷包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民间工艺 以宜蒙人喜欢的传统色彩为基调 放入销料后 缝成各种造型不同的香包 女子出嫁时作为嫁妆送给夫家亲友 既是礼品 也可看出会直蓝心的巧手 灵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深美举 这是蓝印花布 以防染方法染印而成 旧时用牛皮纸刻板再刷上铜油 现在改用软硕胶薄板刻板 它的图案丰富 寓意深刻 强烈的古朴风味和装饰效果历久不衰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 非遗数量最多的国家 这一根根柳条被编织成制物栏 提栏 画栏和花器等作品 放在店铺内任人选购 这是灵仪之名的工艺柳边 相关产业主要分布在仪树河两岸 有中国柳边之都的称号 是世界上最大的柳边基地 说到山东飞仪 柳情戏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柳情戏是源自清朝的民间戏曲 当时灾情不断 灾民用唱门子的方式替代叫门子 因此又称为拉魂枪 拉呼枪或拉后枪 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灵仪历史悠久 民间艺术多元 漫长的时光打造雕琢 行述出它独有的城市魅力 一个迷人的城市总是令人向往 也许是浑然天成的风景 也许是流传千年的文物 走一趟名人故居 听听地方戏曲 灵仪这个千年城市 处处充满风情 我们节目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